在这项试纸巾的检验当中 不少知名记业者这个重件 其中包括了知名餐厅业者麻布查访 还有连索药局都验出了甲犬 但是业者也不服气 拿出了检验报告表示没有问题 大声喊冤 要去检验通过 这个是我们的经济部商检局的 也都通过 亮出一张张检验报告 知名连索餐饮业者使用的试纸巾 遭到消息会点名验出甲犬业者喊冤 因为商检局它是规定 一定要大肠杠菌跟荧光的表白 这两种 所以OK 我们的检验都OK了 那现在就是说甲犬 甲犬是抗菌的 我也不晓得怎么 拿出经济部认证的检验报告 业者强调所有的失职金在出货前 都经过检测清清楚楚 对消息会公布的数据不撒撒 另外一家连索药局也跳出来澄清 进货的时候 它是有给我们一份检测报告 里面是不含甲犬的报告 那现在消息会如果有检测的疑虑的话 那我们为了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 我们会先行下架 然后再送第三单位做公正检测 担心有疑虑 业者干脆先下架纸巾 只是业者不满 台湾没有制定甲犬标准 怎么检验合格不合格 没有依据 只能试试看再找第三单位检验 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中期今晚 吴廷一 郑仁聪 高兴峰台的报道